我们觉得不应该把中方教练跟外籍教练 就直接画一个等号 或者这样 我觉得这种对比其实是不客观的 我觉得也是不公平的 不能说老外教练来的都不好 比如像李皮教练 斯科拉里 这些教练 他们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教练 说实话 他们能来中国 这在以前都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这说明充分的说明 中国的整个职业联赛的整体水面确实是提高了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作为年轻教练和对于中国教练来讲 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中国教练其实如果给他们足够多的机会的话 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国家队成绩好与不好 决定他的因素太多了 如果中国足球靠骂就能骂好的话 那早就好了 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鼓励 我觉得中国的整体来讲 毫无疑问是在进步的 这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 大的足球环境 球员的基础素质 球员的身体 球员的整个的保障 各方面的东西其实都在 不断的好 但是呢 为什么国家对的成绩一直不好 但是我觉得是综合性的因素 我们需要做的东西太多了 徐岛常说一句话 十年磨一剑 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更多的来踏踏实实来做清训 我们应该大力的开展中国的青少年足球培训 还有一个青少年的足球一个竞赛 才会可能让中国足球慢慢的走向正轨 我知道我的很多队友啊 像于根伟在天津啊 还有我的建立宝队友 有的在青岛 有的在广东 有的在四川 他们都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现在开始 十年以后我们真的可能会看到效果 对我来讲 我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也有信心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我觉得我现在还年轻 我未来可能还能做至少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教练 我会让自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强大 真的希望国家队能再一次的记录世界杯 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